你的穿搭决定最终的职场高度 永远不要忽略美的重要性 高效解决合理穿搭 我是米娜主编杨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包的重要性啊 想必不用我多说 你也深有体会 大家不是都已经客观到总结过了吗 女人看包 而且呀包治百病呢 那为什么包包对女人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因为它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这么说我可不是威严总听 我有着科学依据呢 因为根据这个进化心理学呀 他们认为女人买包和爱逛商场是一样的 都有着历史原因 在原始社会中呢 女人的分工主要是采集 而在采集的过程中啊 自然就少不了盛放采集物的容器了 所以那时候的女性会多会跨着一个篮子 而在漫长的进化史和社会协作中呢 女人大多数扮演的也是类似于采集啊 捧筹啊 分配啊 这类的角色 所以容器会让人天然的和母性连接在一起 就好像是袋鼠身上的袋子 可以说啊 包包是女人的一部分 虽然呢 它是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但是又有着浑然贴成的不可或缺性 你啊 不要觉得选对了衣服就万事大吉了 只有当你配对了包包 你的形象才算完整 说包包是我们的第二张脸 还意味着 它是我们身上一张重要的名片 你想想啊 当你和一个人不熟的时候 你没办法第一眼判断它的性格 爱好 身份属性 往往呢 就是会通过包包这样的外在细节 来衡量它 是不是归属于哪一类人 是不是很功利啊 是的 但是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当你知道了包包的重要性 你就得知道如何让合适的包包 在合适的场合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而首先你要了解的是 到底什么样的包包才是一款合格的包包 我认为呢 一个合格的包包通常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要实用 它能满足你出席场合的要求 第二呢 是好搭配 不会限制种类风格 你衣橱里的基本服装 它都可以搭配 第三呢 是不容易过时 从使用概率上来说呢 一个包包至少可以抵用一周的衣服配饰总和 当然啦 如果你是土豪 那这条就可以略过了 第四呢 就是包包的颜色和大小 要和你的个人形象相符 比如说 如果你是稳重而可靠的形象 那就是黑灰色的包包成为最优选择 其次呢 就是棕色米色这种常规颜色 那如果你活泼可爱一点 则可以选择亮色作为点缀 再或者 如果你是小鸽子的女生 那选择迷你或者小号的包包 就会讨巧又得体 当然这是一条选择包包的基本准则 如果你的包包不符合这个准则 那它可能不仅不能为你加分 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烦恼呢 知道了包包的这些基本要求 那接下来你就还需要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哪种类型的包包呢 包的类型基本上和使用的场景会密不可分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呢 一般会出现以下的几种场合 比如日常通勤 商务合作 正式的晚宴场合 以及一些需要凸显个性的场合 像同学聚会啊 闺蜜聚会啊 这种 其实每种场合呢 都有固定的搭配的小技巧 当然我们都知道名牌包包好 但是相信我 名牌包包并不是所有场景的通用法门 我们之前就强调过一个词 叫做合适 合适才是让人看上去最得体的存在 比如说如果你穿着T恤牛仔去骑公交车 这时候你背着一个几万块的Burguine 只会让人觉得你的包包是假的 而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加分项 下面呢 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场景 来聊聊不同种类包包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场景是通勤 这是我们最常用于世人的形象 怎么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通勤包呢 这样还得看看你的上班场景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平常上班的时候都要带什么东西 我是挤地铁 赶公交 还是自己开车 我平时大多数的服装的风格和颜色是什么 因为包包的样子呢 通常是定番款 比较方正 大小呢 基本能以放得下笔记本电脑为准 这里呀 有个注意事项 就是不管你的通勤包是不是大牌 是不是昂贵 但是呢 材质一定要优良 颜色呢 以简洁为主 我一直觉得呀 Totbag 是最符合第一支通勤包包的要求 Totbag 就是对容量大的 具有两根手柄的方款包包的一个俗称 其实呢 就是更像于大家还记得这个Prada的杀手包这种类型 那平时呢 像笔记本呢 美颜相机 化妆包 钱包 手机 甚至iPad 这些东西啊 都可以装得下 比如说我们需要随时补装 或者随时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 这款能装下很多东西的包包 就能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我还有一个建议呀 就是选择通勤包 还是要考虑一下包包的自重问题 我有一次啊 就是拎着一个名牌包出差 结果真的把自己成哭了 你知道吗 是真的哭了 就是拎着包包在街上 走到累到不行 然后想把包甩在大街上的那种心情 真的想死啊 所以可见这个通勤包呢 好看或者名牌是一个考量因素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用和轻便 那第二种场合呢 就是商务合作场合 这种场合呢 通常你会用到两种包 就是名片夹和钱包 我可能说名片夹 你就会笑了 现在大家都会流行扫微信了 谁还要换名片呢 但是相信我 换名片这种行为 绝对不会那么快就被淘汰 它更象征着一种仪式 就像开头提到 递名片的时候呢 往往最先映入对方眼里的 就是你的名片夹 所以啊 我建议名片夹还是选择名牌款为好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种外在会决定你的成败 用名牌货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你 工作状态还不错啦 等于你这个人能力不错 等于跟你合作 或者能交给你重任 这就跟很多老板 必须开着名车谈生意 是一个道理 彰显实力 最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 而背后 谁会知道 你的车是租的还是借的呢 所以一个LV或者Chanel的名片夹 我们在国外买呢 不过是两三千块 但是能带给你的好处 还是非常值得的 而钱包也是如此 很多年轻女生啊 第一个奢侈品就是钱包 我们对于大品牌的憧憬 品质好 能用很久 所以它作为你的第一件奢侈品 也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我的建议呢 就是女生还是要买长款钱包 而且呢 最好是有拉链 可以装得下那种硬币 关键时候呢 还可以拿它做手拿包 我常去日本啊 听到日本有这样一种说法 比如说 粉色的钱包 能增加这个桃花韵 黄色的钱包 能增加财运 我也不确定准不准 但是呢 我能确定 就是用一款名牌的钱包 能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好 接下来呢 就是晚宴这种场景 这种正式的晚宴呀 通常你也会穿得比较正式 像机场会穿小礼服这种场合出现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一个小巧的链条包 或者手拿包 就成了这种场合最好的选择 先说呀 链条包 说到这种包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Chanel的2.55 但是呢 还有其他一些款式的选择 比如说像 Dior的Lady Dior 或者是Chloe的小猪包 还有更平价的像Micro Cross 或者Cat Spade 都有这种类似款 我为什么推荐小巧的这种链条包呢 因为呀 这种包其实精致 很迷你 然后你要斜背的时候呢 显得时髦又俏皮 它的金属链条啊 其实配起小礼服 甚至拖地的晚礼服 都不会失礼 而平时呢 你还可以拿它搭配日常的 职业装 或者休闲装 总之啊 这是一款非常百搭的链条包 你可以很轻松 你也可以很时尚 你可以女人味十足 也可以职业感十足 我觉得它是傲造型 最重要的一件大配饰 当然了 在正式场合 手拿包也是一个 给你能撑门面的重要力气 其实手拿包呢 我倒不建议大家 一定要买名牌 关键是要靠款式取胜 我自己的几款手拿包 其实都是各处逃来的便宜货 有了只要几百块 但是它们的一致性在于 款式很经典 经典的款可以是 长方形的信封款 也可以是刚好能够 一只手拿住的 像硬壳小箱子款的包包 而手拿包的材质呢 也比较讲究 皮质要好 有的是光滑 而且略带光泽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特殊的材质 好像是马毛材质 或者点缀有蕾丝 再或者是上面 点缀一些宝石 珍珠 这些华丽的元素 总之呢 一款好看的手拿包 可以在正式场合 给你的形象增加光彩 最后呢 我还想说 其实我们还会遇到很多 需要自己凸显个性的场合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带的包包 来体现你的个性和与众不同 比如说呢 是和一群喜欢争奇斗艳的闺蜜聚会 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 把家当都背出来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我建议你啊 就可以完全选择 背一个布袋子 反而有种清新不做作的效果 当然前提啦 虽然是布袋子啊 但是你的衣服风格要统一 而且呢 这个布袋子 不是街上送的这种免费品 而是比如说 某个大品牌的合作款 或者是上面有你自己 手绘的这种体现才艺的款式 当然啦 说到买包 那可能很多女孩子都想 我们都想买名牌包 但是我们不一定都是王思聪 那怎么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慢慢充实自己的名牌包库呢 嗯 那我的建议呢 就是对于刚起步的职场新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树立一个 这个薪水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选择经典款 比如说上Chanel的2.55 或者Dior Lady这些 年年会涨价的款式 真的 有的时候买10个杂牌包 真不如买一个经典款 它呢 也是可以作为你自己努力工作的回报 有的时候 想想你的薪水目标 你的工作动力都会变强了 我觉得啊 物欲有的时候 也是可以化作动力的 我们想要的就要努力去争取 当然呢 再说个实惠一点呢 就是除了名牌店呢 我还推荐大家 如果去日本的时候呢 可以逛一逛他们的中古店 比如说像大黑屋这种 可以淘一淘 Vintage的名牌款 比如说像Chanel的耳环 项链和各种包包 在市面上都很少见到 不会撞包 关键呢 是价格还便宜 又是真品 我反正每次去呢 都能有收获 我买过几百块的 Chanel的珍珠耳环 2000块的珍珠项链 还有不到一万块的 Chanel的包包 还是全皮的包包哦 所以用这些单品呢 你可以配日常的装扮 提升了你的品位 在重要的隆重的晚装场合 其实有这些大品牌的Vintage款 也绝对拿得出手呢 而有人又问了 那像这两年红的 不要不要的Gucci啊 这种品牌 那我们要不要买呢 说到Gucci啊 我就想到 它这个撕逼家族的狗血故事啊 比电影还精彩 以后等有空了再讲 它呢 确实是 换了这个设计师之后呢 就完全大爆发了 九神包横扫 一切时尚博主 不过呢 我觉得这种包啊 太容易过时了 比如说你今年 再去背去年的款式 它们包上的图案呀 都从蜜蜂换成老虎 让人一眼就看出是过时快 所以呢 我建议你要是追这种潮流呢 不如买一些 像它的包包 皮带这种配饰 既赶得上时髦 那过一阵子不用了呢 也不会太心疼 当然啦 预算多的白富美 就可以随便买买买 当我没说过 但是呢 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品牌呢 也要注意和自己的年纪 身份相符 就好像太年轻的女孩用Burkin 我很容易就想起了 郭美美 说了这么多 最后有没有推荐一些 性价比高的牌子呢 我可以推荐几个给大家 像Zara呀 可能大家都说太熟悉了 它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 它的每一个单品啊 都集合了这些一线大牌 所倡导的这个潮流元素 经典款就不必说了 时髦的样式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替代品 比如说像Balenciaga的春运包 还有像Barberi 乌亦凡代言的这种双肩背 这些时髦又划算的超级单品 在Zara的店里都可以找到 那另外呢 我还推荐你可以尝试一些 独立包带的设计品牌 就是特别是你想凸显自己品位 又是在别人问你 诶你的包包是什么牌子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经意地说出一个 陌生又造作的名字 会显得特别有逼格 比如说像时髦与功能性兼备的 这个Herolem 就是H-E-I-R-L-O-O-M 这个牌子 还有实用性很强的 这个Boutcare B-O-T-K-I-E-R 这个包包 都是采用意大利皮革的制作工艺 但是它的价格呢 如果是国外或者海棠 买大概也就是两千左右 就是性价比非常高 那还有呢 就说到我还特别推荐一个 就是Cossinia 这个意大利的品牌 就是C-O-C-C-I-N-E-L-L-E 这个牌子 译成中文呢 就是瓢虫的意思 它是一个完全Made in Italy的一个 轻奢品牌吧 意大利的轻奢品牌 它质感非常好 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 硬丝的博主 也很爱秀这款包包 因为它有这种马卡龙色呀 还有这种 比如说定番的高级灰 这种简约的设计 就看起来会很贵 但其实呢 差不多也只要一两千块钱的这个水准 因为我之前呢 就是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 特意去看过他们家的新品预览 创始人呢 是一对这个意大利夫妇 人很nice的 然后产品的工艺和皮质都很不错 它在意大利本土的知名度很高 只是在国内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最后呢 再啰嗦一句 就是我们买了好的包包呀 还要注意平时的养护 存放的时候呢 皮革类的包包 最怕这个潮湿 所以一定要放在干燥的地方 一定要放进防尘袋 然后呢 避免这个高温和日晒 怕那个皮质褪色 而且呢 我们在收藏包包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内衬呀 撑起这个包包的圆形 以防包包变形 而如果包脏了呢 你要不愿意拿到外面的干洗清洁店去清洗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买回这种皮革专用的清洗剂去去污 再用它配套的这种保养液进行保养 特别是这些包包的金属配件呀 很容易褪色 就像LV 它也会褪色 所以呢 我们时不常的可以用这个擦银布啊 来进行清洁和擦拭 好了 讲了这么多 你想到哪款自己想买的新衣的包包了吗 这个入手买包包啊 永远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 感谢观看